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方 今天在居木场我们来切一根长度1米6的印度小椰子汤黑皮老料 我们要取的长度是80公分 那么期待一下这一刀下去是输还是赢 虽然说平时开料开的比较多 但是像这种小场面心情难免会有些小激动 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 看一下这个就是所谓毒料 一刀下去 实心的非常漂亮啊 运气非常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心裁这个地方都是密集的 方便我们取二层皮二标料的家具 这种料子取材率就比较高 所以说印度小叶子汤精挑细选出来的料子做家具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外表皮洋化又黑 老料声音都是硬斑斑的 大头口径在18公分也是实心的料 这种做家具啊 我们是非常喜欢的 那么给大家展示一下 刚切下来的这个料子的一个油性密度怎么样 刚开窗的一个料子啊 料子感非常的细腻 这种料子是不是看起来就特别舒服了啊 其实是可以拿来做珠子的料子 我们就收回来做高端定制的一个家具 那么今天视频啊就先分享到这了 有喜欢印度小叶子汤的朋友啊可以加个关注